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 在去年抨击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之后 蚂蚁金服上市喊咖 旗下的商业帝国也被监管调查 而他本人也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 行踪成名 此外 美国纽约证交所在去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才发表声明 要对中国的三大电信商展开下市场序 而四号又逆转宣布取消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去年十一月缺席了自己旗下公益基金会制作的实境秀 非洲创业者大赛第二届决选 从第一季就担任评审团成员的他 几个礼拜前还在微博发文说期待见到参赛者 却从十月中就不曾再发表任何新的推文 对此阿里巴巴发言人只说是行程安排的冲突 马云不再是评审委员 而马云两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 动向备受关注 去年十月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抨击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只管不坚激怒了当局后就陷入一连串风暴 史上最大规模的蚂蚁金服IPO上市前夕临时喊停 马云提出分割蚂蚁集团 甚至部分移交给政府都无法扭转局面 接着阿里巴巴蚂蚁集团接连遭到中国当局调查监管 马云从白收起家的创业模范 跌落云端被打成邪恶资本家 财富也大缩水 英发媒体纷纷报道 马云批评政府之后失宠又失踪 华尔街日报则说北京要缩小马云商业帝国规模 分析中国其他科技巨头也难幸免于监管噩梦 不过目前马云并没有任何被立案调查 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等记录 另外美国的纽约证交所去年12月31号曾经发表声明 将展开对中国的电信三雄 也就是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下市程序 不过4号再次发表声明 表示根据和相关监管部门的进一步协商 决定不再推动这三大电信下市 中方坚决地反对美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滥用国家力量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无端地打压中国的企业 在纽约证交所取消下市行动前 中方再次言辞批判美方政治解决经贸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1月颁布了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国民或企业投资华府认定为 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的中国企业 12月28号还强化行政命令 财政部表示所有的中国军工企业子公司 持有军工企业证券的基金也都在限制之列 公日新闻是会中编译